这个沙滩下藏着怪物 迷你踩在沙子上 就被吸住不能动弹 然后整个人都被沙子吞进去 男人想要救他 刚下车就被怪物抓住 他拼命的挣扎求救 但很快他只剩下半张脸 接着整个人直接被沙子吞没 其他人看到后 瞎坏了 金发妹最先崩溃 看到男朋友死在面前 哭得很伤心 其他人大吵大闹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有小美比较淡定 他缓缓蹲下 入手试探地上的沙子 沙子里伸出白色的触角 但他不能离地面太远 小美回忆起昨天的事情 他们自发组织 在这个沙滩举行毕业聚会 这里还有很多人 但现在只剩下他们几个 也就是说 其他所有的人 可能都被沙子吃了 他们想要打电话求救 但他们的手机 在昨天聚会的时候 全被收了起来 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 而汽车也因为开了一夜的大灯 导致汽车打不着火 于是小美回到房间 找来几根火腿 扔到沙滩上 然后被怪物吃掉 其他人都好奇他在干嘛 当他就到第四根的时候 那片沙滩居然没动静 小美很兴奋 怪物是有边界的 只要想办法过去 大家就安全了 但问题是 那边太远 他们根本过不去 金发妹决定等待救援 不应该去冒险 但小帅决定去试一下 这里是个荒芜沙滩 平时不会有人来 刚等着可能会饿死 于是他拿起冲浪板 垫在了沙滩上 然后跳了上去 没事 接着再放第二个 就这样交替着 终于来到一个凳子前 小帅看着眼前这点距离 决定一步跨过去 可这时冲浪板却向后 滑动了一下 这下尴尬了 他趴在凳子上 冲浪板被怪物 一点一点向后挪 他用尽全身力气 撑起身子 尽量不被怪物碰到 可怪物还是抓到了 他的腹部 他攒足一口气 猛地向前一跃 爬到了桌子上 他忍着疼痛 在桌子上的包里 寻找有用的东西 正当他跟伙伴说 有食物的时候 一个香蕉掉在了沙滩上 小帅这时发现 怪物到不了被火烧过的地方 于是他跳了下去 果然他没事 但小帅被沙子抓过的地方 却因中毒而开始腐烂 他强整着疼痛 把包里的饮料 扔给了其他伙伴 然后就再也受不了了 肚子飙雪 倒在桌上 小美也吓哭了 但他很快又看到 沙子正在扎轮胎 车上的金发妹和黑妹危险了 他们必须赶紧离开车子 就在这时 胖子说可以去后备箱 拿手机求救 于是金发妹冒险去拿 他踩在保险杠上 抓住黑妹的手 小心的把钥匙插了进去 慢慢打开后备箱 金发妹很兴奋 但打开的后备箱 碰到了金发妹的小腿 他脚一滑 差点掉下车 如果掉下去 他必死无疑 金发妹又试了几次 还是不行 小美这时拿来尝过你帮忙 金发妹终于打开了后备箱 但远处驶来的巡警 按了下喇叭 受到惊吓的金发妹 又一次狡猾 金发妹的手被狠狠压住 他疼痛的大叫 巡警车到来之后 小美说沙子里有怪物 让他不要随便下车 但他不听 直接开门下车 双脚落地后 却什么事都没有 巡警觉得这群年轻人发神经 查看之后 根本没打算帮忙 他准备将这群年轻人带回去 然而钥匙却不小心掉在沙滩上 小美急忙喊别碰沙子 但巡警不听 直接身手去捡钥匙 刚一碰到沙子 手就被吸住了 整个手臂都被吃掉了 很快巡警就被沙子吞没 强行送了人头 他们的希望又没了 此时小美身边的小白观察到 刚才巡警没事 可能是因为穿了鞋 所以他需要很多毛巾 裹上脚就能跑去安全地带 于是黑妹把车上的浴巾丢过去 可小白伸手一接 不料脚底打滑 直接躺在了沙滩上 迅速被沙子控制 顺着他的皮肤钻进去 小白被彻底吞噬 只留下了一滩人形血印 小美很崩溃 他冷静了下 很快想到办法 拆下楼梯上的栏杆 让黑妹拿起来收好 然后飞身一跃跳到车上 先帮金发妹把手拔出来 接着用毛巾给他包扎 做完这一件后 小美发现小帅还活着 于是利用刚才的栏杆 摆成一条独木桥 先让黑妹走过去 自己紧嘴其后 然后就是金发妹 他颤颤巍巍走在栏杆上 每一步都很小心 但在最后一步 他失去了平衡 然后他摔了下去 下一秒他开始疯狂尖叫 然后就被沙子吞没 其他人都被吓坏了 沙子里的怪物吃人不眨眼 又盯上了胖子 他被卡了一天一夜 肚子上流出来的血 吸引了怪物 沙子湿了血往上爬 但胖子没注意到危险 还在为另一边的黑妹加油 他用毛巾裹住脚 飞快跑到车上 成功了 他们离安全又进了一步 可这时 胖子身下的垃圾桶剧烈颤抖 他疼痛的大叫着 背伸出触角的怪物 直接拖了下去 小美和黑妹更加崩溃 怪物已经长到这么大 他们逃出去的几率会更小 接着怪物晃动警车 黑妹没站稳 脑袋磕到车上 直接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睁开眼 已经到了晚上 小美一直在叫他 黑妹清醒后爬到车顶 找到一个救生艇 拆开充满气之后 黑妹跳了下来 小美赶紧把小帅扶起来 踩着地上突出来的石头 慢慢走到救生艇上 通过救生艇 黑妹先上车 然后接过小帅 小美则在最后 但他刚碰到车门 就被一股大力拖出去 潜伏了一晚上的怪物 终于露出真面目 小美来不及回到车里 他掉到车上 拿到一桶汽油 结果被怪物抢走 好在车上还有一桶 小美赶紧拿起它 把汽油全部倒在周围 从兜里掏出火柴 趁怪物出来的时候 点燃火柴丢在汽油上 怪物燃烧起来 小美看着眼前的怪物愣住了 这时黑妹赶紧打开车门 让他快到车子里 小美刚进去 怪物就开始敲打车窗 两人在车内大声尖叫 过了一会儿 怪物停止了攻击 劫后余生的两个女人抱在一起 互相安慰着 然后就这样睡着了 天亮后一个路人找到他们 他们发现怪物消失了 小美下去果然没事 于是他们互相搀扶着 离开了这里 小帅因为失血过多 已经死在了车上 小美和黑妹成了最后的幸存者 看完之后 你们还敢去沙滩玩耍吗